夏天吃蒜,饼根切断 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,老安 三福天,雨热交加,吃些丛生 细菌和病毒可以大量繁殖 使呼吸道疾病,胃肠疾病,以及心胸肝疾病的高发期 这个时候,老安建议大家多吃些大蒜 在异菌消毒的同时,还能健脾开胃,增进食欲 缓解夏天的烦躁的心情,稳定三高 但是,大蒜有一定的刺激性 不适合患有眼疾和肝病的朋友们吃 我们可以将大蒜做成蒜泥 这样既有助于人体的吸收,还能减少大蒜的刺激 今天,老安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道菜就是蒜泥鸡蛋 蒜泥鸡蛋的做法很简单 只需要把煮熟的鸡蛋和大蒜一起倒成泥 再加入一些香油,拌匀就可以吃了 蒜泥可以去除鸡蛋的腥味 而鸡蛋又可以中和大蒜的腊味 二的结合,既能增进食欲,预防流感和肠脑疾病 还能够见脑抑制,促进睡眠 接下来,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道菜就是腊八蒜 腊八节吃腊八蒜是人们一直以来遵循的习俗 但您知道吗?腊八蒜在夏天吃效果会更好 因为醋腌制过的蒜除了口感更好之外 还能够使降压降脂软化血管的效果更胜一筹 每天2-3颗腊八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更好的预防冠心病动漫硬化以及肿风 需要注意的是,市面上常见的紫皮蒜和白皮蒜是有区别的 紫皮蒜的味道更辛辣,还有丰富的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更适合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白皮蒜口感没有那么辛辣刺激 而且还有丰富的锡元素,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 更适合糖尿病患者使用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,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,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,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,我们再见